我们看到小选手非常厉害的表演之后 接下来我们的这首选手也非常厉害 他已经活跃在相声舞台上面 三十余年的时间了 在荧幕上面依然活跃的男女搭档 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 六零年代的选手登场 我是相声演员刘春慧 我是相声演员唐军 这两位的气势艺术厂的时候 就进入到那个状态当中了 非常的钦佩 因为民间语言艺术 它要从细微当中 然后要看出更多的东西 要把人逗乐 然后要大家觉得 这就是我身边的事 然后它要来源于生活 又要高于生活 所以我就说的是 这个就是人民的艺术家 所以您除了在园子里面演出 也会去到其他地方进行演出吗 我们有志愿者团队 我们的团队呢 将近三十年了 这是我跟庞老师 我们两个人发起成立的 在这团队里呢 我是团长 庞老师是副团长 像什么部队啊 社区啊 养老院啊 学校啊 这都是我们 经常演出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年已经三百多场了 这也接近三十年 有很多人管你叫甜妈妈 这甜妈妈的称号 是谁给起的 这甜妈妈这称号啊 是刘老师啊 每年资助十个困难家庭的孩子 到目前为止 一百六十多个了吧 对 所以感动了孩子们 孩子们就 称呼他为甜妈妈 那您在追求 自己梦想的过程当中 其实应该也有很多 特别快乐 特别开心 特别荣耀的时刻 在这方面 由于他这些个 善举的行动 获得了很多的奖 像什么 全国三八红旗手 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 是得意双心的 文艺工作者 同时又是第四届的 道德模范提名奖 那今天如果再一次 在我们的舞台上面 得到这份荣誉 您准备把这份 祝梦基金怎么使用呢 如果我得到了 这个祝梦基金 我会拿它 给我们春徽文艺志愿者团队的 做公益的日常开销 传播更多的正能量 接下来来说出您的 挑战宣言 跨时代战书 我势在必得 那刚刚听完我们春徽老师的挑战宣言 冠军 您还好意思拿这个冠军吗 其实我觉得呢 致敬归致敬 但是呢 比赛归比赛 全力以赴地去 扮援出我们自己的精彩 就是尊重刘老师的 最好的方式 那我们刚刚听完 理想的宣言之后 想必也是信心满满 那接下来呢 请两位老师 在台下休息 准备稍后的比赛 我们把理想上届冠军请上来 让我们看看他的表现 到底如何怎样 感谢 谁人得四张公子 牵手诗青万虎侯 今天来到跨时代战书 我一定会发扬我们的 难开整个 当不怕一切困难 越难越开 第六点 第七点C 第八点B B 恭喜理想 我是往期的冠军 来自天津南海大学的 周来班班长 我叫张理想 哈喽 大家好 我叫李清心 来自东北财经大学 但我记得上次 是不是不是带着这位来的 是不是 应该是另外一位 上次呢 其实是我带着 我的同学来的 不过这一次呢 我带的是我的女朋友 说来也必须得感谢 我们跨时代战书 这样一个节目 为什么 我们俩一个在天津 一个在大连 我们之间可以说是 两相思 两不知 我们通过这个节目 为戏机 重新建立了 定期的联络关系 我们发现呢 其实非常的投缘 而且呢 志向非常的一致 对生活的看法 都非常的契合 所以呢 我们就建立了 这个恋人的关系 那你有没有时间 为我们这次归来 做一个准备 其实我也是做了 充足的准备 首先呢 就是在课外广泛阅读 文学历史等等 相关的书籍 另外呢 为了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 我坚持每天晚上 夜跑五公里 五公里 对 其实这些都 也不是准备 我跟你说 我感觉你今天来的 最大的准备 就是带着旁边准备 所以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确实 一下子会给她 非常多的动力 其实呢 关于理想每天晚上 夜跑五公里 这件事情啊 我是最可以证实的 刚跟他在一起的 一段时间吧 我就特别惊讶地发现 我说理想 这个人怎么回事呢 每天晚上八点之后 就找不到人了 再怎么联系 都没有回消息 后来我才发现 他每天晚上都跑步 一跑就是五公里 而且呢 在每晚跑完步之后呢 他还要回到宿舍 去继续学习 他的专业知识 真的特别忙 我听出来了 你就觉得 我们的跨山 但认输是你的情敌呗 所以今天必须得 势在必得了 那如果你得到了 这一次的 著萌基金 你准备用它来干嘛 希望把这笔基金 作为我们的 阅读储备基金 去购买一些 文化类 历史类的书类的 这样呢 共同提升 知识修养 一起进步 依然会在这样的方面上面 让自己提升自己的能力 声音乐老师 您看到现在新时代的这些年轻人们 一直向着更高 更好 更强的未来去发展 并且付出努力 您心里面有什么感慨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三组的这个参赛选手 他们当中都还有一个共同的词 传统 金武精神 对 中国的传统的武侠 对吧 取义 老百姓的自己的快乐的这个家园 然后再包括古诗词 不管他们在各个领域当中 他们都在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跨时代的过程当中 我们如何尊重传统 我们如何保持传承 以及在推进当中 让我们的传统越发的有力量 来理想 向前一步走 来说出你的挑战宣言吧 要诸军认取 青山磊落 为我来 三组选手稍事休息 我们接下来呢 稍后的比赛见分享